下面是后台截图。美国人居然对他们的伟大领袖。居然可如此恶搞。你见过吗?几十张图片。让你大开眼界。美国人不仅幽默,而且还特别会玩。 美国总统,可以任人调侃,为什么呢?因为,在美国,美国是全体的。总统不过是大家踢出来的皮球。既然,国家人人都有一份。那么,就理所当然的拥有批评权、嘲笑权、发言权。自然,人人也会自觉。不自觉的爱着。属于自己的国家。资本主义民主所谓的。 人人平等。言论自由。资本主义社会没有个人崇拜。例如,美国宪法规定总统最多连任两届。即使你总统当得再好。你再伟大。也不行。唯一例外。 罗斯福因为二战的特殊原因担任了四届。所以。在美国人的观念中。总统也是人。并没有多么神奇。网络论坛中对美国、美国总统的侮辱骂骂司空见惯。也没见美国人群情激愤,暴跳如雷。 前苏联有个笑话说。来访问美国国务卿,对伯列日涅夫说,我们美国恨民主。美国人可以在白宫门前骂美国总统。 伯列日涅夫说,这有什么?我们苏联人也可以在克里姆林宫门前骂美国总统。 由于美国总统是民众选举出来的。所以,必须对民众负责。自己做的不对的地方。千夫所指那肯定念不了。 像美国前总统克林顿,就因为拉链门事件,被美国民众骂得狗血淋头。 而且美国人骂总统的尺度相当宽松。可以私下骂。可以公开演讲骂。可以写文章骂。也可以影视剧里纸丧骂怀的骂。 但是呢?骂也要骂到点子上。有的人一辈子把美国各界总统骂了一个遍也没事。有的人一出口就被群众炮轰。可见。骂总统也是一门秘术啊。 不过呢?骂归骂。你可以说他愚蠢。弱智。但绝不能带有威胁性语句。比如要暗杀什么的。那分分钟就要被抓起来。联邦调查局的能力,可不是吃干饭的。这一点。作为对比。美国社会表面上虽然包容。但美国的包容是有人文情怀的。 你在他们的媒体上。从看不到嘲笑身体有缺陷的人。从不把此当笑饼。丑化他们。比如,口吃、牙巴、腿残等。从不嘲笑。 这一点和我们的媒体有很大的不同。美国的媒体。你不能拿妇女儿童开玩笑。你不能拿底层群体开玩笑。你不能拿残疾人开玩笑。你不能拿胖子开玩笑。总之,你只有骂总统是安全的。骂美国政府是不会惹来麻烦的。 所以,美国脱口秀,经常拿美国总统和美国政府寻开心。因为总统和政府,就是用来监督的。美国作为一个国家。为什么能够引领世界? 其力量源泉主要来自于自由、创新和发自内心的爱国。这些都不是口号。而是实质行动。 同时,美国整个社会对其谈怪论。看似荒诞的思想比较宽容。但相对应的是不允许少数人左右整个社会的思想。很多分析文章认为,这就是美国成功繁荣的基本原因。 在美国,说美国总统是统治者是明显不准确的。美国总统更像是一个更尊贵。责任更大的工作罢了。所以归根结底。 美国总统也只是普通的公民而已。但是他的地位更高。所以,面对一些对于自己的恶搞图片,即使很愤怒,却也经常要微笑面对。因为如果发火,会让人觉得很没有度量。 总统代表国家与政府。为这种事发火,是有损国家形象的。相反。古代皇帝在中国人的心目中,是十全十美的圣物。是说杀谁就杀谁。说爱谁就爱谁。说要什么就要什么的王。不。应该是完全脱离了人的神。要不怎么叫天子呢? 皇帝说的话叫金口预言。一句顶一万句。皇帝写的错别字叫通假字。皇帝强奸妇女叫林姓。皇帝滥杀无辜,叫爱民如子。皇帝的死叫嫁崩。皇帝活着叫万岁爷。天下一草一木都是皇帝的。 美国总统在形象权上和普通公民是一样的。只要别人没有将总统的肖像,姓名口头禅。肢体动作等用于商业目的。比如做成商标。做成广告传单。印在商品上。或者把恶搞的总统头像做成泥塑拿到市场上去卖等。 只要不是拿总统形象去牟利。那就不是侵犯肖像权。随便你把总统恶搞成什么样子。就是拿恶搞总统做一期娱乐节目。 大家一起来恶搞都没事。即使总统心里气得牙痒痒。那也没办法。别人没办法。有的时候他们嫌你好。有的时候他们嫌你坏。 但从商业的角度来看。只要他们嫌你。对你来说就是好的。特朗普。美国人恶搞总统。一般要么是善意的恶搞。要么是对总统有意见,而通过恶搞来表达。他们都不会超越法律底线的。比如,不能对总统进行人身攻击。 不能有意侮辱总统及其家人。不能带有恐吓威胁性质的恶搞等。这些都是底线。触犯了,可就麻烦大了。闹不好要进监狱的。 那么有人会问了。难道美国总统管不了警察和法院吗?事实是。还真管不了。争议就是卖点。 特朗普。如果你被批评。请记住。那是因为批评你会给他一种重要感。也说明你是有成就。引人注意的。很多人凭借指责,比自己更有成就的人得到满足感。戴尔卡奈基人性的弱点。 请记住。